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发围棋布局站脚的方式只选择两种 要么就是腥味 要么就是小木 像木外高木这一类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他的棋布里面 自占棋布里面还没有看到 三三也没有 虽然他很喜欢点对方三三 但他站脚的话 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他自占棋布里面没有占三三的 小飞挂 对于这个对方的小木 如果阿尔法的自占棋布里面 是高挂的话 那么基本上 在我的印象当中 基本上绝大多数都出现了脱退的 退沾上 这是他的一个固定套路 而小飞挂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都是小飞 好 那么这一盘黑旗小飞挂之后 白旗 白旗 三三 这个 点三三是 阿尔法围棋的 像商标一样的这个 商标式的下法 那么飞 顶 挡 斑 飞 之后走成这样的选择 也是在 也是在自占棋布里面选择 对付点三三 形成这样的局面是最多的 之后反点 还以颜色 反正是左右互搏 这个 黑的白的阿尔法围棋 它 它 它都是同样的 所以 下出来的棋 它的思路也是接近的 反点 白旗也是一档 下到这儿呢 这样的局面以前曾经出现过一盘 在它的自占对局里面出现过一盘 那盘棋呢 是这么下的 白旗也来了个相同的造型 之后呢 又使出它喜欢的一飞 这盘棋 白旗有所改变 白旗是搬 搬了之后选择 搬下去取实地 取地 那么黑旗 黑旗断打 断打是一个顺利成章的选择 白旗吃掉 这个是 那么黑旗 加工 二发围棋挺喜欢飞压的 但是在这个局面飞压好像就有点没什么道理 感觉 加工 白旗小剑 黑的非常 非常怎么说呢 可以说它非常积极 也可以说比较张扬 跳起来 它不是这么 站个大厂拆个二 而是 跳起 跳起 白旗如果跳呢 黑旗当然顺势飞出 把这个子走好 白的飞压的话 黑旗也就爬一爬 然后跳出去 黑旗跳这个就强调让你在这边走旗 然后黑旗顺势把这边走好 而黑的如果拆二的话 白旗肯定不会什么飞压或者更不会跳 白旗一定是会选择在这一带加工的 加工的话 这边白旗有一定潜力 所以黑旗跳 有顺调 顺着调子 帮着这边处理好的这个意味 白旗下一步 迎头一靠 这也是很漂亮的手法 在某些定势当中 白旗就有这一类的手法 当头一靠 你如果搬这个呢 搬着这一扭断 这黑旗不好搬 这不能被打出来 长的话 白旗就这么打了贴 贴一下 然后再跳死这个子 这黑旗损失也够大 长的话呢 白旗再 再飞压 这应该是一种步调 黑旗依然这么下 那么白旗这 靠一下之后贴过来 可能觉得这样一种步调 白旗比单飞压的话要紧凑一点 迎头一靠 黑旗能冷静一退 搬这边也不合适 搬这边白旗就搬这个或者简单尝一尝 黑的还得补断 那么这边被白旗先动手 所以冷静一退 白旗呢退回 那么黑旗飞旗 黑旗基本上依然还是达到这边先动手的目的 压 长 接上 飞 非常有大局观的飞了一手 当然另外一个好点 这部逼过来 白旗也非常想象 这部棋也是 也是很诱人的 这个白旗逼过来 进攻黑的这俩 同时呢 自己扩张这边 但是逼过来白旗 我们照这推理的话 担心黑旗拐或者飞着 下一步呢 有可能担心黑旗拐或者飞 白旗如果照了 那么黑旗就活到脚里去 白旗如果走脚上 那黑旗走出来 瞄着白旗 瞄着要冲断白旗 这是一种可能性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他逼过来担心黑旗飞进脚 飞进脚 这边这冲断的味道 让白旗还是比较难受的 黑旗将来在这一带 纠缠起来要冲断这个 白旗又不太肯 这样去补 这样补的话 挺亏损的 也就是说这个逼过来 不像看上去那么严厉 白旗先走大局 你要在这边硬 我再拦过来 那么黑旗当然是 站左边的大场 这旗他选择的是高位 而不是低位 这个选择高位的理由是什么 也是值得研究 把旗飞下来 先限制黑旗的空 给旗划过 右点 好 这一盘其实三个新位 这脚都被点了 挡 好 扳 扳 扳脚 挡住 好 我们注意到下一步棋 通常情况下呢 黑旗会连搬这个 但是现在连搬 他也也许担心 白旗断打之后 黑旗如果打吃这个的话 白旗现在很明显会选择吃这个 这样黑旗不行 黑旗在价值小的狭小的狭窄的地方提一个被白旗走到宽广的一面 这黑旗不行 那么黑旗再打 白旗断打一下之后 提掉 黑旗的判断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不是很满意 被白旗提到这以后 这三个字有点别扭 那么 所以他 先断 先断 这个时候白的如果吃这个的话 黑旗可以选择滚包 把白旗的眼位先打掉 然后再尝这个 白旗往这边走 价值很小 这白旗没意思 所以白的 在黑旗断的时候 所以白旗吃 那么黑旗再打 先断一下再打 避免了白旗把这个字拔掉 那么白旗这块已经活了 可以脱线了 打吃 立下 打吃立下 非常冷静 这也是在前面二十多局当中 多次出现的 黑旗脱线之后 白旗就这么打了立下 确实除了这个之外 白旗也没有其他的 太好的旗可以走 他冷静地把这边定型之后 他就看你怎么围 你怎么围 我都有破你的办法 而如果不走这一手 急急忙忙进去 也没有好点可以 也没有好点可以选 尝一下 尝一下 靠 这手法还是挺漂亮 如果在这一带围控 感觉很松滑 很乏味 很乏力 在这一带围控 这边本身露着风 白旗一跳进来 黑的就什么都没了 我也围不住什么东西 如果这么顶呢 吃的又太小 吃这么十亩旗 外边被白旗一通肠 外围损失太大 靠这个是漂亮的手机 白旗连回来 然后黑旗跳 下一步呢 它这里毕竟有冲断的可能性 然后虎一虎 对白旗这块也有压力 靠完之后 先把这个拔掉 然后调这个 我们说这地方有冲断的可能 或者黑旗就飞进来 白旗整块是 眼位是不够充分的 没活干净 所以白旗尖顶 尖顶相当大 把根距地先守住 焦点还是在于黑的怎么来围这块孔 黑旗拆二 最大限度的那是挡住围 但是挡住这么空旷的地方 肯定是围不住 白旗是要进来的 一定是要进来的 黑旗选择的拆二 它觉得能围一点也不错 也已经很大 白旗依然还是要进入 掉在这个地方 掉在这挺有意思 这有个断点 它要瞄着你的断点 直接断呢 没什么意义 直接断的话 黑旗就简单了 一路打了推过来 白旗都走在价值很小的地方 还得再走 那这个不是在破空 这个等于是在帮黑旗为空 黑旗一路推过来 这已经是一块 怎么利用这个断点呢 它瞄着 下一步要断 如果黑旗去补断 那么白旗掉到一下 已经有便宜了 哪怕再加回来 黑旗的孔已经被限制住 黑旗的不肯 飞断 把白旗断开 白旗贴 完了断掉 这个断还是重要 把黑旗断开 白旗才能借到力 借到力之后才容易活 这边有挤了挖断的味道 这什么斑之类的 黑旗还是需要小心 所以虎这个 把自己走后 这打呢不怕 白旗这一打的话 黑旗就顺势以反打 跟白旗打结 黑旗呢 这拐啊 拐断啊 这都是结材 白旗正打上来 被黑旗翻打的话 白的也不乐观 不敢跟黑旗开这个结 可以说 所以白旗下的也很 也很清零 往外走一走 下一步呢 它这么点过来 马上就成眼形了 跳 跳 马上下一步要冲断 直接冲断 被白旗跳出去呢 黑旗很可能落空 跳在这 这冲断严厉了 白旗需要补一手 虎一个不断 那黑旗 虎在这儿是七星 虎在这里 白旗 往外逃 好 往外逃之后 黑旗如果从外边进攻 那白旗将来顶一顶 刺先手顶一顶 这做两个眼 应该还是不成问题 黑旗说白旗这里联络 有问题 所以冲击 冲击白旗 白的刺 实际上白旗如果先刺 再跳的话 就没有这个 没有黑旗冲击这个手段 但是白的也许就觉得 不怕 你来得正好 我再一次 这时候黑旗当然不能战 战被冲死了 所以B的黑旗不得不反击 冲 断 白旗从这边冲过了 断掉 介绍 这一打呢 黑旗沾不上 沾上的话 斑也斑死了 或者团 完了顶断 吃掉 这一打是白旗通联了 不过呢 黑旗把这三个字给断开 黑的也有收获 白旗提 黑旗紧了一气 补在这的话是个后手 紧着气补 这是先手 白旗不走 黑旗再沾 你团也不行了 顶了断的话 黑旗吃死 斑的话被叫吃也吃死 所以紧一气之后呢 白旗得补气 冷静单提掉 冷静的单提 之后呢 黑旗扩张 好 黑旗在这一代收获不小 把白旗这三个字断了之后 这块空还是蛮大的 不过呢 这边 黑旗变得很薄 白的一点 变得也只能爬过 点 加 把黑旗挤压到二路去 断打 再断 这种地方我们要注意到 加湿手筋 哪怕被你扳吃掉之后 我再断 这样的话 这里头是留有后续手段 它不能这么锁顶 锁顶被黑旗一退 断的话 这里头什么都没了 至于什么后续手段呢 我们等会儿 我们等会儿就可以看到 白旗断掉 黑旗三收获了这块空 不小 但是白旗这吃掉 这吃掉也有十八目 吃掉了十八目 而且自己全走后 黑旗这块扣除十八目的话呢 就不是看上去那么大 黑旗继续贴 贴完之后 扳这个先手 中辅还是有很大的潜力 我们说的后续手段 就是这个点进来 直接走呢 什么旗都没有 黑旗这四口气 随便杀白旗 尝这个当然也不行 黑旗五口气 点在这 点在这黑旗不能挡了 挡的话再被白旗一挡 你收不住气 收不住气 黑旗死了 所以呢 黑旗要吃掉 那么多一个点 将来爬回去 黑旗这没剩下多少目 所以这就是 加这个手筋跟单顶 这种俗手的区别 多一个点的后续手段 跳 冲 挡 挡住 好 这个点一个 手法很 手法很精彩 但是呢 是 应该说也是 比较容易想到的 那下一步很细腻 下一步并不见得 每个人都能想得到 搬在这 搬在这 问你的应手 黑的如果提掉的话 白旗 白旗 这个 爬过 爬过的价值就变大 将来白旗爬过之后 它这关子可以收得非常舒服 糊起来 你得做眼 我再团 你还得再做 做这个眼 关子会收得比较愉快 黑的如果长呢 白旗爬过的价值相对小一点 爬过之后将来街上呢 黑旗提倒 黑的木树比刚才呢 略好一点 所以它现在在 在你没有挡下来的时候 在你没有挡下来的时候 先搬一个问问你应手 你是提 也有提 提也有提难受的地方 被爬过之后你难受 你如果长的话 也有难受的地方 将来你 你吃了 吃了白旗之后 白的还有 街上先手打吃 然后一路搬 这个收关的手段 所以这不是实际的搬一下 这个细腻的 这种关子技巧 这这个可能不是 不是每个人都能注意到的 这种地方 好 之后 中间调过来 削黑旗中斧的潜力 打吃一下 站上 黑的正 从这个方向 攻过来 然后再退 白旗呢 白旗看中间两个字 没什么风险 这边可以连 这中斧黑旗 还有点薄 拆 抢一个空 这种旗不能随随便便 去中斧走旗 在中斧走旗 走个单关 被黑旗 这个和这个两个好点都站住的话 这一下实地上 白旗可能就吃紧 阿尔法维奇 它在地上 实地上 它 把的还是比较牢的 一般的这时候 一般的感觉呢 靠出来 缠绕一下 进攻这两个字 但是黑旗没有这样选择 黑旗可能判断这个缠绕 白旗也不怕 吓唬人的 吓唬人的把势 白旗也不怕 可能 也起不到什么好的效果 如果你尝的话 白旗一定是尝进来 下一步黑旗 攻不到白旗的话 可能反而落空 所以它走得非常实在 也就这么朴实的顶一个 让你尝 然后把这个巨大的 关子 收到 好 那么白旗多了这两个字 中间就彻底的安心了 这边可以连 这边可以连 彻底安心了 彻底安心了之后呢 白旗就可以放开手脚 试斩手段 它手段在这 点在这 也是 很精彩的一步 如果点在这里 那黑旗二路小剑 你挡不下来 挡的话黑旗必住 极端的话 被黑旗虎 白旗慢一切 如果你往上走 那黑的就爬过 这白的也没得到什么东西 而点在这里 如果你还是足度的话 它靠到这 然后再沾上 这跟这样比 白旗沿了一口气出来 这黑旗就 走不好 这这下 这么多断点 黑旗顾不上 没法硬 所以点在这 好气 黑旗尖底 翻过 那么这样的话 白旗 显然是 有所收获 黑旗还得补 要不然被尝进来 眼位不足 吹一个 白旗先手 就把这地方 收成这样的话呢 心情还是非常愉快 好 那么这盘旗进行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 白旗在黑方的空里面 施展的手段 还是相当精彩 在下边 二路一点之后 细腻的二路斑 在左边呢 二路透点进去 对方的空里面 只要有一丝薄围 它都能敏锐的 找到你的弱点 然后逼迫你退让 这几招局部手段 相当的精彩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接下来的实战 往里靠进来 靠进来 非常紧凑 它也不怕黑旗扳断 扳断 白旗会走什么呢 白旗是会 断开 断开来跟黑旗正面作战呢 或者有没有可能 它就靠一个 只是 只是一个诱饵 你如果扳的话 它直接就这么穿过来 这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直接跳 非常无趣 非得就这么跳住 因为它靠 放一个诱饵 你如果来咬的话 我再穿 这好像白旗反倒 有一种找到下旗的步调的感觉 你冲我一退 你反正断不了我 白旗靠 扳的话也许担心白旗就这么顺掉一穿 黑的也脱先不走了 扳一下 黑旗 黑旗冷静地退回来 这地方没有跟白旗 动 动这个大力气 白的小剑 白旗靠的 黑旗只能退 白旗建了 显然 这部旗效果还是不错的 你要走其他的跳的话 黑旗就跳住 你跟这个比 你显然 进不到那么深嘛 尖到这的话 黑旗唯控最大限度 也只能唯到这 那比这样 就显然差一些 这样 接上 跳住 挡 挡 挡完了之后 白旗然是要爬过 这爬过太大 所以黑旗不为首 那么白旗加热 那么白旗加热 下面就是彻底的要比平关子功夫 黑旗加热 加热 完了之后度过 黑的能冲 拐 拐 拐的要硬的话呢 黑的就 便宜一点之后 再 再走其他的 拐 拐的时候 白旗拖先了 靠进来 确实这 对手稍微有一点 旗行有一点弱点的地方 阿尔法 围旗都不会放过 靠这个 黑的当然不能 扳这个能被一段 这不能被挖 你还得补 那么白旗扣吃一个 把黑旗的空 挤压掉一些 那么你 不搬这个的话 走其他的白旗 总是 先手便宜 你走什么白旗 都是先手 把你的空给挤压了 黑旗拖线 打拔 打拔也有先手的味道 冲下来本身 木数就 六木以上 而且 断开白旗之后 白旗这块就薄了 看白旗要不要硬 硬的话 黑旗就先手便宜了 白旗 退回 白的拖线退回 那么黑的当然冲下去 好 这时候 正常的想法 白旗是要连上 连上 连上的话呢 黑旗冲跟白旗单关连交换 黑旗先手冲掉 冲掉六七木 然后白旗还变得薄了一点 这时候白旗 又开始施展手段 在右边我们来看一下 白的如果这么斑的话呢 黑旗就 黑旗就吃掉 这个 看上去也没有 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白旗是靠这个 靠这个 靠这个的话 如果你要是这么连 它恐怕就是搬一个让你连通的问题 白旗也许 藏在这儿 再搬 要求整个全部连上把黑旗断开 黑旗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旗把这个冲断 那么这边要爆吃这边断吃完滚包 这个黑旗也没漆 所以靠在这儿 看你怎么办 瞄着这冲断的味道 尝过来种种味道 很厉害 黑旗拌一个 白旗反拌 顶 尝回 黑旗这块不能被随便断开 这被断开的话都要死 黑旗冲斥 白旗如果长的话 黑旗从这条线挤出来 挤完拐出去 而白旗是顶 顶 吃 黑旗戒 然后白旗把它粘回来 白旗选择了 粘回来 白旗如果这个时候长的话 黑旗 黑旗应该会先把这扇子吃进 然后再跳回来 让白旗这里吃的小一点 白旗判断连回来 价值也很大 连回 把黑旗这边的孔 就基本就破掉了 把黑旗孔破掉 破掉了之后 黑旗还有这个厚薄的问题 因为这边飞的话是连不上的 白旗有靠完加的手段 那么黑旗整块还要有所顾忌 当被白旗分断的时候 这个 比如说白旗跳 你得单关联 被白旗分断 这黑旗还挺麻烦 把黑旗连一手 连一手也等于把白旗给卷进来 整体白旗还没活 如果被黑旗进攻的时候 白旗自己也要小心 白旗能挖刺 白旗把黑旗右边的孔给卷了 那么黑旗从左边 把左边白旗吃下来 又是一个转化 断打 挤一下 先说挤一下 之后呢 打过来 把这个挤刚好起到了 帮黑旗联络的效果 白旗再淘 贴一下 打吃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黑旗接先手 白旗这里有一只后手眼 有可能是先手眼 因为冲断在必要的时候 然后我们把这旗看成这样 如果紧了这口气 白旗这里还有陶的问题 这里陶的话 黑旗还不能粘 粘被粘上这里有冲 所以白旗这块旗的眼型 还是很丰富的 眼型丰富 活旗不成问题 黑的能贴住 否则被白旗拐了 这地方有断的味道 这黑的还是 将来没准受受气啊 什么的 或者残留断的味道 黑旗总是不舒服 白的提 刚才我们说了 黑旗粘的话 这紧一口气有个跑 所以黑旗也不肯粘 那么白旗就提掉 刺 家打吃完了肠 好了 进了 这个 双方也开始比拼关子 这里有挖断 这地方有挖断 白旗尖在这不断 白旗壶 拐 来 黑旗飞 把白旗断开 冲 冲的时候 黑旗没有挡 黑旗没有挡 黑的如果挡的话 白旗断 这一断呢 是个先手 再跳在这呢 黑旗这块死了 所以黑旗得在这边 补旗 那么黑旗 那么黑旗补了旗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白旗 先把黑旗的眼位冲掉 再一断 黑旗整块 整块被白旗吃掉 所以白旗冲的时候 黑旗不能随便挡住 黑旗得自己连上 所以白旗当初的跳 小尖 都是 其实是 就是 瞄着黑旗的一些弱点 对自己作活这块是有帮助的 然后跳下来 跳下来 接着之后呢 顶住 黑旗现在连回 同时断开白旗 打车 连上 先做一只眼 这有个跑 这有一只眼 所以 白旗是活旗 做活 一起铺一下 搬粘收骨 搬虎收关 虎一个比较细腻 如果接住的话呢 将来搬进来的时候 白旗是一定是打住的 虎在这搬的话呢 白的就不一定敢打 要看结财 而白旗退的话呢 这个关子有被黑旗收掉的可能性 搬虎比搬接要细腻一些 这局部一挤的话 黑旗只有一只眼 啊 所以呢 白旗 加的话呢 还对黑旗的眼位 有一定威胁 先手顶 断打 接上 逼黑旗做活 逼黑旗做活的话 这这 多几个白旗总还是有木树的 这地方如果被黑旗走一手的话 黑旗这还能 总还能长点木 先手把这个夹掉 木树上 还是有价值 之后呢 立 把这个逆收 立一个 这地方白旗这么早 还有一个价值就在于 这这地方白旗是欠着一个节啊 欠着一个节 黑旗是如果是无忧节的话呢 对白旗来说 这总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负担 但是白旗走了这几个子 这个节实际上对于黑旗来说也是 稍微多了一点顾忌 嗯 开了之后这有个断 有个断点 黑旗多多少少有点顾忌 但是黑旗如果不开这个节的话 木树是 略有不足 所以呢 黑旗开 又打结 最近这几盘是盘盘打结 夹在这里 这个是一个损结 不夹呢不是结 夹是要断进来的 但是 明显黑旗斑瞻是先手的情况下 夹在这里是一个损结 黑旗拼的也是够厉害的啊 打损结 现实现实的亏损了两幕起 下键 提掉 这得做活 否则被打出打结活了大块 提 提回来 两幕起的代价啊 在这里增加了好几个结材 接 这我们可以看到当初白旗这一般这个效果真是好 不只是木树上便宜了 而且呢还结材上也便宜 一 冲 提回去 上边打吃 这种地方确实不可小看 如果你没有这一半根长的交换 那么上边这一下打了 黑漆提掉之后 一路搬这个相差甚远 这地方一旦被白漆搬到的话 这一路爬过来 黑漆就被收的只剩七木漆了 打赤接上 踢过去 断 踢回 这个时候白漆下一步断这个 当它断这个的时候 白漆这里断开黑漆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这一段很有妙味 断这个 黑的如果想木树不损的话呢 得吃这个 但是吃这个的话白漆断吃是先手 这一提 我们来看一下 这多一个扑 这黑漆的结 这一下负担就太重 这结黑漆没法打 打不过 所以当初白漆先手把黑漆切断 它的作用 在这一段的时候体现出来 也可以说是圣末远虑 他考虑到这个结 单段 黑漆吃这个呢 结打不过 那么我们来看黑漆怎么办呢 好 黑漆看这里 这里硬 那么结打不过 显然黑漆这两目也白亏了 黑漆 提 索性把结给削掉 直接削结 那白漆粘上 白漆粘上之后 这情况呢 是这样 黑的 黑的不能团 这是显而易见 黑漆团被白漆一接 这段 两个段必得起 黑漆如果退的话 白的还是可以把这个接上 然后呢 这块是一种对杀的状态 对杀的状态 白漆这个 当白漆来紧气的时候 黑漆这俩是恐怕不能随便要 如果要 如果这两个你还要要的话呢 白的断 打吃 接住 这个黑漆气不好收 铺的话白漆提掉 这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不管是被白漆打吃 或者黑漆团住也好 黑漆只有两口气 那么黑的又要跟白漆打这个接 那黑的吃不消 自己控里面被打结杀 那黑漆如果不能要这两颗子 不能要这两颗子之后呢 这两个子是掉的 里边还要收器吃 里边还要收器吃 这样的话呢 黑漆提这个得到的木树 在这边也就全赔回去了 所以说 白漆这个断丸沾上 它的价值是意外的大 并不是什么 扣黑漆两抹漆的问题 它是要跟黑漆收器 这个比较厉害 黑漆不敢退 退被沾着气收的 没完没了 所以黑漆提 但黑漆提这事情也还没有结束 白漆 叫吃 黑漆如果退 那么白漆先锁提一下 这边 扣你几目期 这边再先锁提一下 那白漆那个接打输了 也等于是在这边 补回损失了 而黑漆粘上 粘上的话 先把黑漆气打紧了 气打紧了之后 白漆就可以扳下来 黑的当然要断 粘 好 这个局部 形成双活 这一粘 双活了 这个 一下破了黑漆好多目 破了黑漆好几目期 这个呢 白的如果接着走的话 是双活 但是这个走这个的话 价值是四亩 价值只有四亩期 那么 很显然这个提是价值六亩 所以白漆提掉 而黑漆 黑漆如果不走的话 这其实不行的 黑漆如果说 我要抢这六亩期的话呢 这是 这是有点问题的 白漆 我们看一下白漆是有这个 有这样的可能性 有这个单段 然后打结 这样就可以了 对 这黑漆是要出问题的 打 打结 你如果往这边收气 也不行 白漆提 然后吃你接不胃 总是有一个打结 不能被白漆断 所以黑漆得提这个 而提了之后 吃这两个子架子四亩 白漆 已经先手便宜了 这边已经先手便宜很多了 所以白漆提回来 白漆这一段的手段非常精彩 黑的如果补的话 如果这样补 那么被白漆先手收掉 这个黑漆落一个后手 不好 所以黑漆冲 冲完挤了之后 已经沿出一口气了 黑漆这个补法比较好 冲了挤 沿出一口气 这样呢 这里 黑的力 白的沾上 冲挤之后呢 刚才说的小有失误 黑漆冲了挤 并没有延期 但是呢 把白漆这里 一目半以上的 一目半以上 给挤掉 挤掉之后 黑漆还残留这个 还残留这个 这打吃啊 或者这冲 这断开白漆的问题 比如说黑漆冲这个 白漆是需要做 打吃先手 白漆要沾上 黑漆冲断之后 白漆要作眼 黑漆这残留提两子的关子 但是呢 现在这个不大 现在大的是这个 这走完之后 这确保五目 被搬的话 这五目漆都没有了 而且这一打 还能打掉白漆一目 所以这个价值 也是六目 那么 飞漆挤完了之后 拐这个 白漆当然就走这个 六目 这如果是后手的话 是六目漆 被白漆爬了之后 六目漆 黑漆如果挡住的话呢 是先手三目的价值 往这扑一下 这种扑一下 这种漆出现的时候 往往就预示着 走这一类漆的这一方 显然是控不够 做双活 做双活 把四目走掉 一起沾上 沾上也有三目以上 冲 打吃 还没完没了 这地方 白漆还有最后一个 先手便宜 把这个也挤掉 先手挤掉 白漆把这里的 把这里的死子 真是利用到了极致 然后把中间补上 把中间补上 好 那么剩下的呢 都是这个 都是两目漆的罐子 最终呢 这盘漆 最终这盘漆 白漆获胜 白漆这盘漆的 各种局部手进 局部手段 确实是 非常的漂亮 好 那么 今天的对局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